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生活中 烦恼貌似随处可见 但其实都经不起仔细推敲 心大事就小 心小事就大 心态往往能解决人生80%的烦恼 岁月匆忙 时光易老 诗人余光中亦写过 掉头一去 是风吹黑发 挥手再来 以血满白头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学会放下 你就赢了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大多数人的内心总有无穷无尽的欲望 渴望得到再得到 追求拥有更多 却害怕失去 不愿放下 哪怕是一点点 常常因失去的多 得到的少 而深陷痛苦 一生几乎在得与失之间纠缠不休 耗费精力 使身心疲惫不堪 毫无清静安宁可言 可见 欲望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挑战自己的唯有心态 其实在人的一生中 必须要得到的往往不多 唯有平安健康的身体 有粗茶淡饭的日子 有温馨温暖的家庭 就已足够 但必须要放下的却很多 痛苦 失忆 忧伤的东西 需要放下 因为负面情绪会影响继续前行的心情 欣喜 得意 兴奋的虚妄更需要放下 因为得意忘形 会冲昏正常清醒的头脑 事实上不愿失去 不敢失去的人 通常过得都很纠结 很郁闷 舍不得放不下的人 则活得更痛苦 更迷茫 只有看得开 放得下的人 才游刃有余 潇洒自在 的确 每天置身功名利禄诱惑 周围喧嚣纷争的裹挟中 没有强大的定理和接受孤独的勇气 真正放下很难 彻底放下更不易 人生最难是放下 一个卖瓷碗的老人 挑着扁担 在路上走着 突然一个瓷碗掉到地上 摔碎了 但是老人头也不回 继续向前走 路人看得很奇怪 便问 为什么你的碗摔碎了 你却不看一下呢 老人答 我再怎么回头看 碗也是碎的 不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 才是人生的智者 可生活中这样的人 总不是很多 很多人宁愿为一点点的失去 而后悔半天 也不愿重新开始 但失之我运 得之我幸 命里是自己的迟早回来 不是自己的终归要去 得失皆是注定的安排 平常而自然 不值得过分看重 更无需招致伤感 更何况匆忙一生 生命转瞬即老 最终不得不放手一切 什么都不过是风烟浮云 放下是人生的常态 与其一直耿耿于怀 挣扎 纠结 执着 因为扔不掉 放不下 舍不得 断不了 而沉浸在苦恼里 无法自拔 甚至一味扩大延伸伤痛 使其伤害更深更重 还不如不纠缠 不留恋 豁达中释怀 微笑处放下 而且放得干脆 断得洒脱 舍得优雅 离得彻底 即使十分难过难受 也要果断地擦干眼泪 抹平伤口 随时以清零和全新的心境 从容淡定地面对一切 温柔优雅地相待所有 绽放出自信而博大的胸怀 短痛总比长痛好 想想 能让一个人耿耿于怀 日思夜想的人或事 一定是触动内心的感觉 和惊艳灵魂的共鸣 不要让这种本就美好的东西 变成痛苦的泥潭 不要辜负了这份珍贵缘分的馈赠 唯有放下 才能治愈生命中庸俗的贪欲望奢望 腾挪出容纳自我的空间 搭建起展示自己的舞台 身心得到放逐施展的机会 灵魂体验到纯粹全新的感觉 死转着过去 对逝去溜走的点滴都无法释怀 在泥沼里痛苦挣扎 就无法重新开始 拥抱新的一天 接纳新的美好 唯以平常平淡纯真心 顺其自然 看淡过往的一切 原来是牵手珍惜 分去时放手感恩 承受所有的失去 放下全部的过往 做回真正洒脱的自己 才是人生优雅的活法 人生难得是放下 生活中苦苦折磨我们往往不是获得 而是放下 大多数人的习惯与获得 而不太喜欢放下 尤其是已经到手的东西 仿佛那就应该是自己的 其实钱再多 放在银行里不用 也不过是替人打工而已 越是不能轻松放下的人 也越是很难获得太多 得之淡然 失之坦然 保持一颗积极乐观 豁达的心 人才会轻松 从容许多 也才会快乐很多 获得是一种能力 放下则是一种超能力 人要学会放下 毕竟很多事并不会因为你的悲伤 不情愿 结果就会被改变 接受是一种智慧 也是能力 尤其接受一个并不是自己渴望的结果 更需要能力 放下了 表面看是失去了 实质上是得到了更好的 放是得的基础和起点 有放有失才有得 能够舍弃 放下的越多就会得到 拥有的更多 一如落叶放弃树枝 祥和敬美中得到百一 沉香流芳处 成全涅槃 一如树木放弃花朵 沧桑素蛋里孕育果实 寂寞孤单间酿造成熟 人生最美是放下 人生既为过客 何必执着纠结 何不潇洒擦肩而过 从容自在地放下 淡薄豁达生活 水清则无鱼 人至茶则无图 不要什么事都斤斤计较 换得换失地 努力了 建立了 是什么结果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享受真实的人生 成功是喜悦 失败也是不错的教训 瓦尔德曾说 为了自己 我必须饶恕一些事 因为一个人不能夜夜起身 在灵魂的园子里栽种荆棘 听过一个故事 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 拿起一个装有水的杯子 问在座的学生 猜猜看 这个杯子有多重 50克 100克 125克 大家七嘴八舌地回答 我也不知道有多重 但可以肯定 人拿着它一点也不觉得累 教授说 现在我的问题是 如果我这样拿着几分钟 结果会怎样 不会有什么 大家回答 那好 如果像这样拿着持续一个小时 那又会怎样 教授再次发问 胳膊会有点酸 一位学生回答 说得对 如果我这样拿着一整天呢 那胳膊肯定会变得麻木 说不定肌肉会净轮 到时免不了要到医院跑一趟 很好 现在我拿杯子期间 不论时间长短 杯子的重量会发生变化吗 不会 那么拿杯子的胳膊为什么会酸痛呢 肌肉为什么会净轮呢 教授顿了顿又问道 我不想让胳膊发酸 肌肉痙磷 那该怎么做 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 这时一名学生站起来回答道 很简单呀 你应该把杯子放下 其实 烦恼也像我们手中的杯子一样 任你揪着它不放 它也不增不减 人痛苦几分钟没关系 但如果长时间沉浸在别人带来的错误中 只会侵蚀心力 让自己错失更重要的东西 人生在世 不是所有的事都值得我们去介怀 蔡康永曾说 镜子很脏的时候 我们不会以为是自己的脸脏 但别人说了伤人的话 我们却觉得糟糕的是我们自己 生气就是别人做了蠢事 然后我们代替它 表现出笨蛋的样子 幸福不是拥有的过 而是计较的少 当我们学会不计较 懂得放下的时候 属于我们的快乐 自然就会多些 幸福也会不少 放下过去的人和事 就是放过自己 解脱自己 爱惜自己 成就自己 只有放下了过去的一切 才能遇见未来更好的自己 接纳更多美好的人和事 真正放下 你便赞赏了自己 便是最大的赢家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